近日,大陆出台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26条措施 与2018年发布的31条汇集台胞措施一脉相承 对此,不少在附近厦门工作生活的台胞接受采访时表示 措施内容具体可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得知26条措施出台的消息后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嘉莹第一时间转发到朋友圈 获得了同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朋友纷纷点赞 吴嘉莹表示,26条措施涉及对台企台胞实施同等待遇方面 更加细致具体,坚定了台胞在大陆投资创业的信心 我们26条里面也开放了台资企业 你可以做担保融资的业务,也可以做小贷业务 那对我们台胞来讲,又多一条的融资的管道 我相信对企业转型也好,创新也好,往后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台资企业面临转型升级 大陆正在推进5G,循环经济等企业科技创新 吴嘉莹认为,26条措施的及时出台 对当前台资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了支持 这么好的条件,哪里找?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台胞要抢抓技艺 一定要来分享我们大陆经济发展的红利 这个26条真的目前来讲公告的非常的及时 也是符合我们在大陆的台资企业的需求,更是台胞的需求 吴嘉莹表示,近年来,随着大陆持续出台汇集台胞政策 除了台商外,台湾青年登陆也逐渐增多 对此,已登陆10年的台青范江峰深有体会 2009年,28岁的他来到厦门销售汽车 2016年,范江峰转身成为创业基地总监 目前已协助100多位台青来厦门创业 此次26条措施出台后,他尤为关注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可申报国家级科技企业复化器等相关措施 目前我们基地所在是龙山文创园嘛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还是目前的入住企业 大概有将近70家左右 那大部分都还是属于比较轻资产的 也就是说文创啊,设计啊,餐饮啊,甚至部分的贸易 那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 也就是说如果它能转型成科技型的这种园区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产业升级跟服务的台青都是很大的质量的提升这样子 从打工族再到台青创业经纪人 进驻基地以来,范江峰的工作离不开众多小伙伴的支持 今年大学刚毕业的张富威就是范江峰的团队成员 他从小跟随父母来到大陆学习生活 11年来,张富威感受到了大陆汇集台胞政策的陆续出台 对个人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据悉,厦门是台胞的聚集地 也是台青创业的首选地之一 截至2018年,厦门市台资企业3000多家 台企工业产值占厦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